真正整形外科醫師很少 真正整形外科醫師很少 我記得現在應該全台灣 真正的號碼應該放到600號而已吧 大概只有600個人 知道你還要扣掉在大醫院的 還有扣掉已經沒有在職業的 大概全台灣整形可能 職業的大概是500個 因為我之前做過一個169分的統計 所以我知道現在全台灣 在整形外科在職業的大概500個左右而已 不會很多個 整形外科一年 只有25個名 皮膚科我想大概差不多 好像也是25還是30個名的 沒有很多 衛生所設計的上限 最多就是25個人 整形外科 其實真正整形外科 訓練的醫師出來 它上面就是掛那個 台灣整形外科醫學會的專科醫師製造 這個是整形外科訓練的 那皮膚科也是 台灣那個皮膚科專科醫學會出來的 這兩個才是整形外科 跟皮膚科 那其他的包括說 如果只是單純疏 像是美容外科啊 乳焰外科什麼的 它不見得是 不見得說是有做那個整形的這個訓練 那差別是差在說 其實你說其他的科別 像是耳鼻喉科 它雖然不是整形外科 但是它也有做鼻子的信念 他們也會做隆鼻 眼科醫師也會開雙眼皮跟眼袋 只是說整形外科大概是會這個全部 都全部都有 這些全部都有引爆到 所以我們才會訓練這麼多年 那我覺得是說 要怎麼選到一個好的意思 其實我之前做過總計 七成的民眾還是以價錢 決定說他決定要不要打雷射 因為雷射的 優點就是他破壞性效 最多就是沒用 但是他優點就是破壞性效 那麼七成的民眾會先打雷射 打完雷射之後 他才會決定說 要不要在這裡做獲學的 像是徵集或者是手術的療程 所以我覺得重點就是說 不管說他是不是這一科的 因為醫美本身就不是一個專科 所以重點就是 你有沒有辦法cash到 這個客戶他本身的需要 還有當然就是 這個客戶他本身有沒有覺得說 這個醫生講的 深得他心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重要啦 有時候開業中的這些商業行為呀 他自己會把這個商業行為 跟醫療的這個尺抓在哪裡 我自己個人覺得 整型外科跟的醫師 跟其他所有科在外面開業的 所有醫生都 最大的不一樣是常在說 我們畢竟學年比較多年 所以擦傷的疤痕 大部分的醫生看到會覺得說 這個就疤痕這沒有關係 如果你今天是醫美診所看到的是 整型外科醫師 他看到這個疤痕死 他會知道說 欸如果這個雷射的話 雷射用的劑量 要比一般其他的 都八神的劑量再高一點 就是其實相對於你來講 對疤痕的處置 會跟其他科的醫生不太一樣 除了她更優美 一些劑量 因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